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炸车回家 在路过果苗地的时候 我见到已经有些妖怪起身做事了 在大片的果场里照料着果树 我从现代仔里面伸出手 跟那些挥了一挥 跟手就一路开回家了 进了家门口 见到那些妖怪正围着桌子在吃早餐 皇忧见到我回来之后 差点要走老 原因呢 是早上没有做好早餐 等小雪没有早餐吃就回学校 住在一起这么久 都很明白 我对小雪的生活 任何事都是很重视的 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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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走了 我叫住了他 黄忧停在脚步 好小心看着我 阿大 你不是要打我吗 啥 我又不是暴力狂 明天记住就行了 那么早起床做早餐 都很难喂你的 啊 看见到我似乎真的没所谓的样子 黄忧地才回到他的位置 我走到餐桌旁边 随手拿走了小鹿准备吃的粥 小鹿发现自己的粥没了 哇 省大眼 好神奇地在这周围找他的粥 我拿着一碗在这吃粥 还傻视了一眼客厅里面吃早餐的人 发觉呂姨月不在 嗯 小月呢 啥 啊 啊 啊 发现是我拿走了他碗粥之后 小鹿转身很生气地躲着我 伸出手他想抢一碗粥 而我呢 亦都递回给他的 一个空碗嘛 呜 我夺了一声之后 我跟小鹿说了 呜 撞到一碗了喂 啊 小鹿捧着空碗 非常之惊讶 我可以一口就吃完整碗粥 青鹅他很优雅地 一口一口地用匙羹慢慢地在那里搅着粥 今早我敲他门的时候 他说要罢工啊 哈哈 今次是不是亲戚来了啊 还是在发脾气啊 我心里面 还是对于女依月来到我家的时候 第一次亲戚来的时候的情景 觉得好鬼死好笑啊 原来呢 处于收真这时候的女依月呢 她大姨妈是不会来的 所以 当在我家变成了凡人之后的女依月 过早上啊 突然间大呼小叫 又痛苦又紧张 眼泪 不停巴巴声扭 知道是什么回事之后啊 我们笑到真的眼泪都飙了 这件事呢 女依月记仇记到现在的 并且对于成为了犯人 每个月有亲戚来呢 十分之讨厌的 轻恶她就说 不是在这儿扭解 似乎有点心事似的 薄玉说呢 最近她的心情看上去 好像真的不是很开心 妖黄大人你就有她了 有她?有她? 在我地头怎么有她啊? 我随手拿走了小鹿 刚刚重新装开的狗碗粥 向着后院走过去 而身后面呢 又是传来了小鹿的大叫 啊啊啊啊 关于女依月的事 是时候应该放她走的了 这三个月以来 和我们相处 就算她还是和我们有点小矛盾 主要都是和我啊 星爷九哥这些混蛋 但是至少 她都不会再对我们 有落策手的打算 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 放了她 也都应该不会做出一些 伤害我们的事的 但是 有些事还是很难以保证的 万一她要遵守师门的规矩 所以 回到仓云门之后 和那些人说了 那妖怪村 就会面临很巨大的危机的了 不行 要和她好好地聊一下才行 我一边拿着一个碗 一边慢慢吃足 一边走到走廊的尽头 去到通往地下室的木门那里 打开门走下去 走到地下室的大厅 走到女依月的房间前面 躲躲躲躲开门 尽月妹妹 尽月妹妹 你是不是有亲戚到呀 入面 一点声都没有 说起身 女二月多喜欢睡懒觉 虽然最主要是为了逃避做事 但是间中无聊的时候 她都会睡十几个小时 搞到我好鬼怀疑 她以前收珍姐的时候 是不是未享受过睡觉的舒服 所以现在一有空就拼命睡 我又敲一敲门话 来,别扮了事在炸睡 就算你在卖门 东青哥哥我也是不会射着你的 哎呀,还是没反应的 我有点不耐烦地用力地在敲门 到屋门还在闭闭声 开门了,快开门 肥婆婆婆婆你 难道你不知道我东青哥哥的脾气 信不信我一稍一脚兜开她 进去脱掉你的衣服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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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肥婆婆婆婆你还不开的话 我 喊了几声之后 还没反应 我又停下了 伸手进袋里 拆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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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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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小说 生活,知识,艺术,人生,现代,法律 嘩 faktiskt什么都有 看来是想多点了解现代社会了 非常之特别的 是还看到夹了在这么多本书里的一本保仔 我很好奇地抽了出来 结果一打开 看到的竟然是一些很粗糙的素描 看来是从艺术人生那里学会的 地下室这里这么无聊 不是个个都好像姜子牙一样 那么沉迷于网络的嘛 女二月平时又不想去看电视的 她一不是就拿一本书周围看下 一不是就四围走下 原来她也还有个素描的兴趣的 怪不得好像什么时候听说过 她问小鹿拿过圆筆和宝呢 翻开第一页 上面随便画了一些线条 还画了个太阳 小草 树木 这些日常见到的东西 是是丑了点简单了点的 跟幼稚园的小朋友的水平差不多了 看到我忍不住想笑出声 然后是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画了些什么鸭啊 狗啊 猫猫那样 应该是声爷和狗哥啦 还有其他很常见的东西 有些很难看的人 各种看不出圆形的妖怪啦 每一页都画得满一满的 看来都挺疼纸张的啦 越画到后面呢 就越画得好 甚至到了一个 专业素描生的水准啦 如果说 他只是用了这么多张纸 画记就提升得这么迅速 那只能够说明 他是一个天才啦 我又见到一些风景画的 大部分都是妖怪村 果园的 妖怪村这么多的村库 画着那些果树 或者是低矮广阔的果树苗墙 春天赚放的鲜花 检屋 后院 甚至屋里面的景物也都画了 还有人物画的 有些妖怪 小鹿 石大山 青岳 兔女 当看到第十五页的时候 我的手微微震了一下 因为见到 纸上画了一个很熟悉的画面 是一个年轻人 坐在后院的大荣树上面 担高头在那看着星星 就算看不清那个人的样子 但是会这样做的人 只有我一个而已 画得很仔细的 就连我担着一枝杂草的动作 也都画得唯妙唯超 还有派在我大腿上面睡觉的狐狸小白 夜风之中吹弯了的小草和落叶 还有天上面明亮的月亮 照下来的那些光影 哇 好美哦 想不到那个时候我看在身上 那么烧灑啊 还是说呢 她画了奇了得呢 不过 这个女人还有兴趣画我的 我又揭开下一页 我又才呆住了 因为我见到下一页画的 还是我 从树上面向我虎视的角度 我呢 就站在树下面 担高头 正面地在那儿望着她 嘴角还带着小小冷笑 似乎是那天她被吊在树上面的时候 我在下面看着她的情景 哎呀 对这件事真是还怀恨在心的啊 她 连我嘴角那些冷笑 她都画得这么清晰的啊 我又是好好笑地翻开下一页 但是跟着我又笑不出来了 因为下一张画的 还是我啊 夜幕之下 城市里面 我抱着大衣 站在她面前 旁边 有一只摇着尾的狗 路灯之下 我的笑容 还这么明显的 一如以往的坏笑啊 那晚 当我经历了重重苦难之后 我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我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就是这么突然地出现在她面前 那个时候她看我 明显是在发颈呆啊 这样啊 算是忌恨吗啊 看来那件事带给她的记忆啊 是很深刻的 在下一页的内容 我就没有看了 并不是良心发现 我这么做是不好的 只是有了一种 不看为好的感觉了 我合起来本簿 准备将她摆回原位 扮成什么事都没有做过 不过 忽然间我玩心起 将本保力走了 然后关回门 静静地来到客厅 这个时候那些妖怪 还在吃早餐 似乎没有发现我 我捏手捏脚地 走到自己房间门口的时候 闻到我气味的黄丘转头一望 见到我回来之后 就大声地问了 阿大呀 你干嘛呀 我一瞬间 我将本保修在身后面 面对着黄丘 好严肃地说 做什么 做什么 你还不快点吃 水果店还等着我们摘水果的 哦 黄丘他好屈闷地转回转头 不过呢 还是很激情地 瞅了我身后面一眼 被我勒回他转头之后 他又不敢再看了 我好迅速地回回房 将本保修在柜桶里 我拍一拍手 好有趣地笑起身 不知道女依悦发觉 不见了本保之后 他会怎样的呢 等他抄匀整间房都找不到的时候 一定会以为自己不见了的了 天才少女都会不见东西 嘻嘻嘻嘻 那个场面一定很好笑的了 神不知鬼不觉做了坏事之后 我整理了一下义勇 气定神闲地走出间房 客厅里面那些妖怪都望着我 目光里面都带着小小怀疑 看起身 我在他们面前一本正经 果然是很奇怪的 我就不理他们在这儿 自知沉沉在那儿谈些什么了 我走向果园那边 女依悦的话 这个时候 他应该也都在果园里面的 感谢大家收听 又会声文化 红达以太共同出品 暖暖有声诚意制作 我是妖怪我怕谁 欢迎各位订阅点赞 评论转发 欢迎大家收听 都是爆笑收真小说 我是妖怪我怕谁 作者沙米王子 主播古狗飞小小肥 第184集 3月12日 这个时候的果园 已经绿油油一片了 很多果树都生出了乱绿的叶 还有不少果树 结出了清香的果花 甚至有些早季的果树 已经结出了有人的果实 我走入果园里面 细心地观察着果树的掌势 虽然说 有小雪催生助力的能力 果园那些果树 肯定会生得挺好的 但是 作为一个多年的老果龙 我总不能够放心地 将果树的生长 全部交给小鹿打你 这个时候的果园 又不像在城市里面 8点钟的时候 周围还线着一些白茫茫的水母 但是 就不会过于妨碍我找雷耳月的 走了不到一圈 我就在樱桃树下面找到它了 原本这个时候的樱桃 大部分应该未成熟的 但是 在小鹿整晚的催生之后 果园里面那些樱桃树 周围都挂着红当当的樱桃呢 雷耳月 穿着很简单的白色居家服 站在一棵樱桃树下面 好仔细地看着前面那些樱桃 眼里面 全部都是喜欢这些果的油光 而它肩膀上面 趴着一只白色狐狸 和它一样望着这些樱桃 我又站在樱耳月身后 几米的距离 无声地看着它 并没有被它发现 只见樱耳月伸出手 从果树上面摘了一粒 好大好大的樱桃 摆入嘴的时候 小白对着女耳月叫了一声 女耳月看着肩膀上面的小白 又看了一下小白 夹住自己手里面的樱桃 露出了微小 将樱桃遮到小白嘴边 而小白呢 一口就将樱桃淡走了 一点都没客气 见到小白吃樱桃的样子 女耳月面上露出一丝微小 再次伸手扎着一粒樱桃 我又走过去 当在它身后不到两米的时候 小白才听到动静 转转身望着我 见到是我之后 对我伸出了两只爪 好像是要我抱它 哈 偷果吃 不是正义的行为 我又跟女耳月说 听到我说的话之后 女耳月连黄转身面对着我 而我呢 就坏笑着地来到她面前 你什么时候 女耳月 她皱着眉头地望着我 但是 当我太过较近她的时候 她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 我向前一步 很迅速地伸出手 在她惊叉目光之中 将她肩膀上的小白捉住了 拿到我面前 嘿嘿 嘿嘿 就在你偷果吃的时候过来的咯 好 行了 一会儿要吊上树 谁都不得放下来啊 这个当然是开玩笑啦 但是 也惹离了一女耳月 微微发生的目光 她好像贼怪似 看了一眼我手里面的小白之后 咬着刚才那粒樱桃 另转身 想着是继续摘樱桃的啦 我一只手抱着小白在那儿玩 走到旁边 也都顺手摘了一粒樱桃的绳 还帮小白也摘了一粒 带了入她嘴里面 咦 月妹妹 我瞅了她一眼 发现她并没有理我 也继续摘樱桃的绳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吕月 停下了扎哥的手啦 好疑惑地望着我 我跟她说啦 你们仓云门的人啊 周围在青木市找你啊 吕月月眼里面 有一丝喜悦的闪光 但是 跟着她冷静下来啦 带着怀怨的目光 望着我说 真的啊? 我从来都不说大话的 她的目光表明她呢 对我说的话更加怀疑呢 我是有点泻气地说啦 哈哈 反正就是这样的啦 我准备放你走的啦 怎样啊? 开不开心啊? 结果呢 她并没有我想象之中 露出很开心的表情啊 而是很惊恶地望着我啊 怎样啊? 你不信啊? 我好奇怪啦 难道我在她心目中 就是这么没信誉的人来的吗? 吕月月好像从梦中惊醒一样 她倒下头 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看起身并不是不相信我的问题 而是有些什么需要想一下 从我这里側面看过去 她倒下头的表情 带着一些说不清楚的 很复杂的感情 她应该都有自己要考虑的事的 我这个旁观者也不理得这么多的啦 于是我就只是为小白在这里吃果 看着小白在这里吃东西 我脱口就问啦 喂 你回去了之后 会不会找我们麻烦啊? 吕月望着我 抹了抹口似乎想说些什么的 但是 她并没有说出来 吞了口气之后 她淡淡地说 不会 听到她这么说 我都放心啦 吕月呢 不是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人 在我家这三个月呢 应该已经改变了 她对收真者消灭妖怪的坚定信念的啦 我摸着小白的头和她说 啊 这样就行了 这段时间你就收拾东西啦 想什么时候走你和我说一声 我帮你解开封印哈 当然啦 时间都过了很久啦 将你封印了这么多日 你那边的人 应该是会很担心的 吕月她默默地点点头话 嗯 我明天就走 她经过我的身边 向着大人的方向走过去 看着她的步伐 似乎是挺沉重的样子喔 难道 住了这么多日 喜欢在这里住? 就在吕月离开的同时 相同的方向 走来了 拿着各种杂果工具的妖怪 她们和吕月擦肩而过 令我忽然想起 哎呀 又等吕月偷懒成功 石大山托着三张摺摘梯 角玉小六套女呢 捧着十几个蓝色的索料商 正所谓呢 秀庭后庭嘛 就算是星爷和九哥这两条懒人 亦都是要做事的 他们是摇摇闹闹闹地走过来 而青岳呢 就捧着装着剪刀呀 水墓噴那些东西的楼 走在最前面 走到我面前的时候 周实眉头地问 小黄大人 你又欺人呀 哼 我就知道了 明明是很容易等女依月离开的 也都会被她当成是坏人的 我干脆一副很囂張的样子 我说了 哼 我是在这里欺负她 那又怎样 不行吗 在我地头 当然是我说事的了 我喜欢欺负谁 欺负谁 那些妖怪来到我面前 听到我这么说 他们都是整面好比试的 神色望着我 星爷呢 担着烟好不洩的 哼 不看啊这个人的坏样啊 九哥他说 哼啊 真是想放我捉狗皮给个坦霞 哼啊 哼啊 清岳啊 看着我不停摇头 我跟他们说了 女依月明天会离开的事 他们听了之后 都觉得有点恶然 黄幼他很紧张地问 阿大 放他走啊 如果他捉我们背脊那怎么办啊 清岳的手 点着嘴唇说 小月的话 现在应该不会这么做的 星爷呢 他吐了一口烟话 人心难测啊 我揮一揮手说了 放就怎么都要放的了 如果出了问题都没办法了 反正现在最强大的死小孩 又在我家里 还有个老神棍 不怕的 到时大家一起和他死过就是了 黄幼他很无奈地说 阿大 你又没有说得轻松一点啊 什么轻松呢 我只这么简单 别这么多废话啦 快点做事啦 如果不是 我拿条鞭飞来的 面对着好像包工头那样的我 他们唯有放下工具准备开工啦 小鹿和星爷的九哥 似乎躲在一边 透透地地在这儿讨论着 将我咬一餐的计划 我一眼熟过他们 他们啊 即时散开了啦 哼 洛丽塔和两只动物在这儿物谋 作范啊 想 一日的工作 开始了啦 今天还要迟了一点 一定要赶工才行啦 还有櫻桃 柠檬 桃桃 琵琶 果园里面那些水果 还是这么新鲜的 几个妖怪 很熟练地把水果 装上蓝箱里面 在窄的时候 那几只野有时候会偷吃的 特别是星爷和九哥那两个坏东西 簡直就是来吃果的 不是来窄果的 所以啊 他们才答应帮我做事 装满了几箱水果 呂以悦都还没回来 搞到我 想回去叫他 要等他过来做事先啦 这个时候 房子的方向传来了货车的声音 那部车停下了啦 看来是龙叔拿着货车来了 果然啦 过了一阵之后 他走入果园里找到我们 我和摺摘梯那里拿着剪刀 拿着整串皮靶下来 我和龙叔说啦 哼 不好意思啊 今天大家都晚了 未准备好啊 你们有没有时间观念啊 龙叔啊 摇摇摇摇摇 跟着他说啦 唉 我来帮你们手好了 啊 我当然要啦 不是你拿去看啊 龙叔和那些妖怪 打过小夫之后 拿起工具 他们也开始摘果了 因为身材很高大啊 他 单梯都不用啊 就在我旁边那棵琵琶树那里摘果 他和我们这帮妖怪 已经很熟了啦 完全看不出 半年之前 是一个对着我们大声喊 说要消灭我们的收贞者 恐怕呢 说还了我钱之后 就要消灭我们那件事啊 他都忘记得一干二净了 不是啊 他说要还钱的啊 什么时候还先 哎呀 肥婆婆婆我自己都不记得了 摘果的时候 龙叔他忽然说 对了 我刚刚进屋找你们的时候 我听到地下室女医院 在大声喊啊 我听了之后啊 好好笑地停下手啊 在桶梯上面蹲下头 跟龙叔说啊 是不是听错啊 他在这儿大喊 他又不是要打我啊 他不是整天都是个仙女那样的嘛 哈 没听错啊 虽然呢 就不是听得很清楚啊 不过 他的确是很慌张的 在这儿喊着 有什么不见了那样的 看来啊 他真的不见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啊 这一下呢 我可以确定龙叔他并没有听错了 我的确是收了了这本画嘛 哈 还在这儿大喊啊 一本堡而已啊 不见了就再画过咯 不用不用这么激动啊 见我不说话 龙叔做事的同事 担个头望着我画 哈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啊 我连望画呢 嘿嘿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件事不关我事的哈 嘿 我当然在这儿说大话了 龙叔他好怀疑地望着我一眼之后 继续在这儿做事 我转移话题地问他呢 最近水果店有没有什么事发生啊 没什么啊 哈 又真是挺太平啊 真找过来搞笑的古华仔 准备一餐都没有啊 你真是这么喜欢吓人啊 对了 又真是有点点事啊 龙叔呢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呢 最近于顺和董以利啊 好像有点奇怪那样啊 怎么奇怪呢 龙叔他有点尴尬地说 不就是男女之间那些事咯 咦 我是不是听到一些很厉害的东西啊 嘩 我即时激动起身 肥婆婆婆婆你说 一个外头外脑的大学生 一个老公长年在外的女人啊 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做事 以前觉得他们的关系有点不妥的了 想不到真是拆出火花 咦咦咦 什么了声 发展到什么程度先 我的八卦之云啊 吴吴吴声在燃烧着 木冬青 木冬青 龙叔他好屈门地在喊醒我 这些看起身超越了普通同事关系的事啊 你是不是想多了啊 看见到我的八卦精神在含含声燃烧 龙叔他一定好后悔将这件事告诉我 啊 行了行了行了 今天我跟着你去一趟水果店了 等我看看他们之间 有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先 嘻嘻嘻嘻嘻 感谢大家收听 由彗星文化和达以太共同出品 暖暖有声诚意制作 我是妖怪我怕谁 欢迎各位订阅点赞 评论转发 欢迎大家收听 都市爆笑收真小说 我是妖怪我怕谁 作者沙米王子 主播古狗飞小小肥 第185集 搬那只水果箱上火车的时候 我震的那些人没在意 静静地竖回房里 在柜桶里把画本拿出来 并不是要把画本还回给女儿女 只是想把本保收得更密实些 免得一会儿被人发觉到 搞得要挨骂嘛 掃了一眼的房 经过短暂的思考之后 我把本保塞在枕头套里面 这样就收得更密实了 突然间 家门口传来了一阵摩托车的公公声 我收完本保之后 立即跑出去 看到屋前面停了一部哈雷摩托 上面的人 整身深红色紧身皮衣 把他爆炸的身材 谷到行一行 脱了头盔之后 露出一头金黄色的波浪长发 是红年 他很精神地和我握一握手 哇 我两个枕头真是很厉害的 嗨 祖长 我伸着手摸摸鼻 哈哈 幸好鼻血没飙出来 随着天气的逐渐温暖 我对于夏天穿什么衣服 觉得有点期待 其实不是点 是很期待 啊 那臭小子在下面 在玩游戏 谢谢 红年呢 拎下拎下地走入屋 还很风骚地托我下爬 啊 搞到我全身打了个冷震 我都准备走回果园那里了 和红年一起走过走廊的时候 地下室的通道那里 批批扑扑地传来了很急速的脚步声 过了一阵 女医院吐住大气地从下面走上来 好紧张地出现在我和红年面前 当女医院第一眼看到我的时候 面上面那些表情 即时间变得很苍白 虽然知道 她很可能是因为找不到一本画 很紧张 但是一本普通的画 要不需要那么紧张啊 红年她先开口说话 诶 小月妹妹出了什么事啊 雷耳月她倒下头 不敢望我们 故作淡定地说 只是不见了一个宝 我现在在找着 我扮成什么都不知道 好吃惊地说 啊 不见了东西啊 真是蠢啊 这么不小心都有的 连一本宝都会弄不见的 不过你放心啊 一本宝而已 很容易找的 房子就只有那么大 就算不在房子里 抄了整个果园都不是难事啊 雷耳月听到我说她死蠢 有点生气地担猫头望着我 不过她立刻又倒下头 她苍白的面上 不知为什么变得好鬼死红啊 红年呢 她很好奇地打量着女依月的样子 我借口说要做事就走开了 走去果园的时候 心里面不知多有趣 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 骂她死蠢了 这段时间 我都是被她骂得多的 等到再和石大山他们 我们将最后一箱果搬上货车的时候 早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小白又趴上我肩头那里 和黄丘他们说了一声之后 我就上了货车仔 和龙叔一起去水果店 我们来到水果店 于信和董依莉 已经在店里面打扫卫生了 两个人还和外面在等着 买水果的十几个街坊聊天 我们的货车仔一到 那些衣技就马上涌了上来 曾仙孔后地向我和龙叔要求她买水果 昨天我都没买到 今天你们一定要让我买 这个我的我的 今天我要买来送人 谁都没跟我争 喂喂喂 我有钱了 我有钱 我从车窗那里见到外面这样的情况 如果下车的话 就不让那些衣技融了都有份 我轮回头和龙叔说 那 正叔说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外面好多妖怪啊 龙哥 你上啦 你要顶住啊 我会支持你的 精神上啊 习惯了这种情况的龙叔 好熟练地打开门下车 先是对着那些衣技客气了一番 跟着他就打开车门 准备搬点水果下来 我又见到那些危险被龙叔带走了 我又得意地走下车了 瞅了一眼车尾那些热闹 我静静地鼠入水果点 正在那望着店门口 拿着扫把和抹布的于信董依来 他们见到我来到之后 都对我说了一声老板 自从我龙祖身份曝光之后 作为多多少少了解我的人 他们看我的目光呢 不再是一个流氓那么简单 而一个很厉害的流氓 简直就是流氓之中的战斗机 我又对着他们敬了个军礼说 董之门好 董之门辛苦了 于顺他就笑了 董依来他也就笑了 老板依然都是这么幽默的 那我来店铺有什么事啊 我随便在店里面走着说 没事 就因为没事做所以就来看看 说完我还偷偷地地瞅了他们一眼 想看一下他们之间 有没有暗瓦底的有什么小动作 当然啦 结果现在发现是没有的 我假扮正经地说了 哈哈 你们自己去做事呢 都是自己人 不用理我了 这阵子 龙叔已经拿着两箱水果走进来 跟着摆好水果 又回去再拿 走的时候还望了我一眼 好像是警告我 不要那么明显 看来龙叔这个小伙子 也很好奇于顺和董依来的事 于顺呢 连望跟着龙叔出去拿水果 都不用董依来动手 冲进来那些衣机 已经自己把那两个水果箱的盖打开了 伸手就把那些水果塞入自己的胶袋里 还在那里不停吵 董依来呢 干脆就站在收银台那里 等着第一个衣机走过来 很熟练地帮他称宠 计数 收钱 找钱 记得呢 董依来刚刚来的时候 还有一个没怎么做过的事 做的事都挺手忙脚乱的 现在 已经可以很重庸地面对了 龙叔他又时拿了两箱水果进来 于顺呢 就很艰难地托着一箱水果进来 还要龙叔帮手 他才可以摆上架 龙叔就劝他说 都是等我来啦 于顺他很勉强地露出笑容 不要紧的 都没多重而已 间不终呢 还瞅了我一眼 似乎是担心 自己没什么力这件事会被我炒油 哟 我又没有那么刻薄啊 突然间 有个医技大声喊 姐姐 于是 一个人把我扒开了 那些力度啊 好够的 看来他一身肥肉 并不是脂肪而已 我啊 成了这间店里面 左手左脚的人 见到收银台那边那么忙 我又走过去 打算帮董依黎清水果之类的了 董依黎呢 他说了一声 麻烦 继续很快手地在这儿做事 我一边帮忙 一边就和董依黎聊天了 用什么麻烦啊 难道我是这个做老板的 见到客人来都不理啊 跟着 我又很诡异地问他了 小董啊 你觉得于信的人他怎样呢 啊 多好啊 他的性格简单认真 人物认都很好 虽然呢 就目睹了些 不过都很诚慎 哦 总而来 他想了一阵之后 熟了一眼画 老板 你为什么这么问呢 呃 没有啊 我什么都没想啊 我这么好人 怎么会有别的想法啊 绝对不会像你想象之中那样的 我没什么想法啊 我越想澄清呢 总而来 他越是怀疑地看着我 老板 你错了 啊啊啊啊啊 是啦是啦是啦 我错了我错了 我不应该有这些想法的 是不是 他捉住我递钱过去的手话呢 你应该走十八元 不是二十二元啊 我看着面手里面那些银子说 四成八啊 不是二十八吗啊 是三十二啊 老板啊 你还要清重啦 我来找钱啦 啊 被人鄙视了 那天 他刚才看着我的目光啊 绝对是鄙视的目光来的 连这这么简单的计数也计不好 我开水果店 如果真的自己收钱的话 唉 肯定是产本都可以了 我好屈闷地在这儿抢着水果 想起身那时开店的时候 那些妖怪呀 一个都帮不了手 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这儿撑场面 那时收钱 不是又是我自己一个啊 搞定了几宗生意之后 董依尼他才有空问我 喂 老板啊 你来这儿 到底有什么事呢 啊 被你发现了啊 我躲低头 默默地在这儿抢着水果 好啦 既然都被你发现了 我就直说的啦 你和于迅那儿小子呢 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董依尼做事的速度 明显停了一停 跟着他又恢复了自然地继续找钱 他又目光没望着我 又是淡淡地说 龍大哥和老板说的 是啊 就是他告诉我听的 哈哈 我好不犹豫地 就把龙叔出卖了 哈哈 董依尼的面上 一点波兰都没有 还是微笑着 对着那些买水果的衣忌 我老公 不是一个好男人 甚至说 他是一个社会上的败女 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觉得很痛苦 甚至是现在 来到这里做事 我虽然说是找些东西做 但是其实 是觉得太空虚 想找些东西分散注意力 我还是很感激于信他 一直用心地帮我 甚至听我说一些 平时都不会说的话 甚至在哭的时候 都是他在安慰我 哎呀呀 哎呀 原来那条木头 都不是那么矮 但是 董依尼 他有点苦劫 那又怎样 我是一个有老公的女人 难道老板 你想一个有夫之苦 和一个大学生师奔吗 他无奈目光 望食我问 哈哈 说得真是直 看来这件事 他已经谷了很久了 董依尼痛苦无奈 目光望食我 望到我有些无地自容 我以为好像那只鸡仔 不断点头 我 我 不过 看来董依尼的确对于于信 是有意的 而他的老公 就是一个这么差的人 但是 那又怎样 畢竟都是人家的家事 如果于信叉着脚迈去做第三者 甚至说 他们从一开始相遇 就是错的 现实就是这样的 我突然间觉得 自己问你这些问题 非常之不合适 或者是我和董依尼说话 实在是没有注意到其他人 收银台其中一个医记 说 如果是我 早就和其他人私奔 我和董依尼向着医记看过去 只见这个医记 成座山仔的恐龙 联想到他刚才说话的语气 我撑着隔夜饭都咬出来 董依尼对着他笑笑 他说 那只恐龙拿着水果走走了 还对着董依尼揮一揮手说 放飞自己的爱情才行 加油 我支持你的 我和董依尼 却很无奈地 看着他庞大的身躯离开了 于信他刚刚经过 看到我们这样的样子 很好奇地问了一句 干嘛呀?有什么事呀? 我一巴掌出力打在他头上 不一日都是你咯